第一題全部 好 他這邊給你幾個細胞 甲是僵細胞 乙是巨氏 然後是輔助T 包毒T 肥皂細胞 跟四中一球 好 我們一一看 若要產生對抗流感病毒的抗體 需要哪些細胞參與 這題好怪喔 誒 說實話 這題我只要寫僵細胞 就結束了 最直接 因為抗體是僵細胞所產生的 可是看起來答案不止於他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三分 這是一個另外的解題技巧 由配分得知 他大概要幾個答案 好 那他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我的那個巨氏細胞 先脫了心菌之後 他作為抗原呈現 然後他就去活化了輔助T細胞 而輔助T細胞呢 再去活化我們的B細胞 對不對 就這樣活化了 所以這題的答案會有E 會有輔助T是比0 然後B細胞 活化成僵細胞就是甲 所以答案是甲乙丙吧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答案是甲乙丙 因為他題目的分數有3分 對嗎 你可以選一個答案 你也可以選3個答案 可是他題目有3分 的分數 應該是要你選3個答案的 那其實像這一題 對 像第一題他要產生抗體 B細胞就行啦 那我幹嘛牽著別的細胞 好第二題我到牙門山賞花 卻不斷流BTWD 好這是過敏嘛 過敏跟誰有關呢 一定有肥大細胞 答案就有他嗎 沒有還有誰 那就是將細胞先分泌抗體 抗體被肥大細胞抓在表面 然後被我們的花粉 架來之後 他就活化了 就分泌組織胺 所以這裡答案是假跟誤 欸有道理啊 可是他有3分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好那你說 如果不寫將細胞會怎樣嗎 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將細胞還是要寫 代表你將細胞之前反應過了 那第二次來 將細胞還會反應嗎 當然會啊 會有記憶性 雖然他的第二次反應 已經跟過於沒有直接關係了 對這代表你以前接觸花粉 你已經承認抗體 代表你的抗體免疫 已經可以針對花粉進行反應了 所以第二次接觸抗 第二次接觸花粉 你的殭細胞還是 你的GEP細胞還是會活化 還是會產生對抗花粉的抗體 雖然那個抗體已經跟後面的過敏反應 沒有關係 可是他應該會發生 因為我們有記憶性 嗯好吧 那這裡為什麼分數只有3分 奇怪這是怎樣 好第三題 如果把人體比喻著城堡 外表的地圓體是敵人 破牆而入 哪些成員是第一道防線上的衛兵 哈哈什麼東西 好來吧 就是城牆破了 你要怎麼防禦 那就是他的答案是 巨噬細胞 跟四中英球 也就是吞噬性氣 所以他答案寫的是吞噬性氣 說實話太奇怪了 因為事實上這些所謂的衛兵 以上都是 第二道科技身上的防線 其實會一起作用 所以他似乎只想到 當避免裡路徑的時候 我的第二道防線會先上漲 所以他選的是只有第二道防線的 吞噬性細胞 但這個觀念怪怪的 怪怪的 因為事實上第三道防線在避免裡路徑時 也會反應的 二跟三防線是一起作用的 可見初曆老師 他認為是第一道結束 第二道才開始 第二道結束 第三道才開始 還有順序 事實上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這比喻不是挺好的 以上是第三題 第四題乘上 如果防衛兵衝鋒陷陣 帶著疊的資料進入其妙 指揮官是誰 指揮官當然是輔助題 這比較沒問題 輔助題是我們的總指揮 他會得到訊息之後 被看原殖現細胞活化之後 就活化Everybody 第五題乘3 這我就不懂了 我幫人員被攻擊 受傷無法控制 總指揮官非常利益 哪些成員會進行清剷除任務 我看一下 哪些人員會 除了輔助題之外 因為輔助題只不得發訊息 其他都可以啊 還有肥拉細胞比較不行 因為肥拉細胞不是剷除用 它是產生過敏反應 除了輔助題 肥拉細胞之外 像細胞分辨抗體 肥拉細胞 肥拉細胞 然後包毒題殺死 被變毒癌的細胞 濕透鏈球也有吞食的功能 都對啊 對啊 殘除啊 所以我覺得 除了輔助題 除了輔助題 除了這兩個之外 其他都應該要選才對 對吧 好吧 所以這題答案是這樣 所以這題第五題 也是怪怪的打個大問號 所以第三第五題 如果是算分就送分 第三第五題怪怪的 這個描述不太恰當 以上是飛險 是一定的大題 對 對 對 好 好